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用Trader Jaws的披萨豆来炸油条 不用自己和面,就用Trader Jaws的原味披萨面团 分分钟就能做出好吃的炸油条 除了少了点盐,蓬松酥脆,满满的蜂窝状 是不是跟你以前常吃的一样? 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制作的吧 将原味的披萨豆从冰箱里拿出来 在室温里放置大约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把披萨豆从袋中拿出 放在垫子上 均匀地分成两份 用手在垫子上把面团搓成两条长条 用手按压长面条 压成2.5英寸的长面片 把每个面片均匀地分成12份 像这样的 一共分成24块 再在12块面片上刷一点油 将剩下的面块叠加上去 用一根筷子 在叠加的面块中间用力压下去 形成一个油条坯子 同样的方法把12个油条坯子做好 盖上保鲜膜 静置15分钟 醒面 这时将锅烧热 倒入多些油 将油温烧至200摄氏度 就可以炸油条了 取出一个油条坯子 两头轻压 轻轻拉长 放入油锅中 一会就浮上油面 用筷子轻轻拨动 使油条的各个面受热均匀 炸至焦黄 滤一下油 就可以出锅了 油条就炸好了 看看 样子跟你吃过的小油条一样吗 满满的蜂窝状 蓬松酥脆 好吃极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容易 不用费太多的功夫 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炸油条了 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好了 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